而且我儿子 说完那话 我就要这一个胎子 我不要二胎三胎 谁弄我儿子 我弄谁 就这么严厉 任何的细节 任何的管理缺失 任何的缺位 不应当由我们家长来想办法处理 对不对 任何人应当走开承担这份责任 任何人应当为这些才子 为天津市这一批10后的 未来希望不责任 尤其是咱们作为天津市直属的学校 你们行政级别很高 党给了这么多经费 给了这么多辅助 做了什么事 不要轻易吹头 我知道这些配三机构 不是学校选择的 是教育开起来的 河南那种你看得很清楚 校长的出诉 对不对 但咱们的校领导 在里面没有轻费的地方吗 这已经发生几年了 该企业17年在国外 有一个出过事故 你们做了什么 不解决恶 你们就是帮恶的人 你们每天陪孩子吃饭吗 从里边抽出外边来吃吗 不要跟我谈后边 配点什么锐 锐启航这些 有用吗 还把带着黄鼠狼的 是不是要爱放 好意思吗 好意思吗 这是一个 今天是支柱需要领导 该做出来的事情吗 还是那句话 我就这一个孩子 我深受过国内国外 两方面的教学经验 而且我毕业之后 从事教育工作也多年了 体制内我待过 体制外我也干过 我儿子就撂这了 未来还有六年的时间 但凡我儿子有点小问题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我儿子上面也有哥哥 有姐姐 在咱们身上也上 也有毕业的孩子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我这里代表是所有家人说的话 家人们都顾虑 孩子在这不敢说 没事 我说我来当这个炮灰 我来当这个燎原大火的星星之士 我不怕 我不怕这个东西 我儿子未来每天我都会接走 我公司就在附近 我每天都接走 我每天搭了俩小时 我接我儿子吃饭 没问题 但是他们还有很多小朋友 他们的父母是双职工 他们接不出来孩子 怎么办 不让带饭进来 什么道理 上海道能带 中心能带 实验室也不用带 特充啊 市场给谁盖着 市场给谁盖着 选的第一个不行 第二个还不行 黄虎老师 还让大家删掉 还敢给家长打电话 施压 施了哪门子压 有错认错没关系 所有家长 咱们允许学校犯错 允许要改错 掩盖错误 才是最大的错误 党的教育怎么说的 当时怎么说的 非把我们必须无产阶级吗 是觉得我们都有儿子 有孩子 有姑娘在这 死无忌惮了吗 不应该吧 不应该 双检孤子我们很配合 对不对 让几点放就几点放 让怎么着怎么着 对不对 中午说不行不行 我们很努力配合 我们相信 咱们天津市作为 四大直辖市之一 北方第二大重镇 很多家是从外地来的 为了咱们天津市 这块金字招牌 天津市实验 这块金字招牌 花了重金买的学习房 在这里接受教育 相信的是谁啊 相信的是天津几十年 积累下来的 我说来的话 我作为一个上门女婿 我为什么来天津啊 我为什么放弃 北京来天津啊 也是相信天津市的 你们将这份相信 彻底击碎了 彻底击碎了 我都不考虑咱们 再多个为未来的房价 怎么变动 我们的孩子怎么办 出生率这么低 明年就要顾这么长的 我忠实长的 几位看起来年纪都比我长多了 教生阿姨 教生叔叔 我觉得也不为过 对不对 你们的孩子会吃吗 会吃吗 但凡有一个校领导 这样说我儿子 我孙子吃了就这个饭 你牛逼 我服你 等我说吧 而且为了 而且为了 对 对 没错 为什么不来谈事 这次世界推荐的 政治的缺位 学校的缺位 为什么我们家长要想得 为什么这位大哥 要算咱们的成本 为什么咱们的律师 要找咱们的法律依据 为什么我们要想得 该我们想吗 我们在各行各业 都是精英 我们要为精英社GDP 做出我们的贡献 学校不是我们的阵地 各位 是您几位的阵地 是您几位 应该做出表率的地方 如果这个事由我来想 我来干校长好不好 我不来的 我干不了 我相信在座各位的 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不会将来给我儿子 在这个学校穿小鞋 不会给在座各位的孩子 在这个学校将来穿小鞋 不会让我们的孩子 未来再吃上任何一口 垃圾食品 对不对 这是我们还能来谈的 您的基础 我不相信各位 不过来 我就翻天 玩了 对不对 来了兄弟们 早上四点半 出来找活 这两天感冒是给我这么高兴 如果不是因为副总 实在饥饿 今天绝对不下楼找活 随便找一家老吴 进去问问有啥活 老吴大姐跟我说 今天有一个撞械的活 1180 还有一个送上的活 1130 而且中午各种牛肉鸡腿 随便吃 听完大姐这一番介绍 那就别说 我一白三了 哪怕就该30块钱 我也得去送餐呢 把名报上 准备出发 最近的情况一直都是人都是活少 所以来得晚的哥们只能回家去睡个回动觉 还得是早起的鸟儿就从事 我建议这帮车企业以后再要给新车打广告的时候 也不用找什么明星网红了 直接就找一个给老吴开车的司机 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发挥出一个车的极限装载能力 刚才那个五零容广实在是睡不下了 所以就换了一个大一号的面包车 说是大一号 其实就比五零容广多了一个后备线 但是就因为多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后备线 才能一次性的把咱们这16个人全拉过来 我本来以为送上就是起个摩托车送外卖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希望老吴把我领到一个厂子里 就让我换衣服 哎不看盛面看佛面 为了中午的鸡腿让我干啥都无所谓的 换完衣服开始往里走 看看今天是什么工作环境 幸亏我他妈早上没吃饭的 要不然一看这地方 我高低把早上吃的全吐出来了 这地方应该是一个专门做盒扮的厂子 但是老吴说我的工作不是送上吗 让我现在这么早 我一不会吵二不会谢的 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不过这些问题 在聪明的领导面前都不是什么问题 我的工作就是看在一个桌子上没有盒的 就把盒给他们包过去 虽然说工作不算太累 但是这个屋里起码的有散热度 我搞进来没一会儿就已经浑身湿透了 经过这一趟我的工作 我感觉我的感冒子好一半的 把盒扮装设开始送餐环节 原来这一趟我做的盒扮 全是要送到学校的 一想到这群孩子今天中午就吃这些东西 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负罪感 原来所谓的送餐就是让我把蒸馅的盒饭抬上楼 那下次如果要是有康没习惯的活 劳务是不是要把它说成送温暖 午饭确实是随便吃 但是我现在真是没啥食欲的 下午的工作就是清理空间里的剩饭剩菜 如果把上午的工作环境比作厕所的话 那下午我不感觉我他妈好像掉分坑里了 因为实在是太恶心了 所以具体细节就不给大家看了 以前有一句广告说 别让最后一滴水成为我们的眼泪 这里的老板一定是看了那条广告才开始拼命节省水资源 对此我非常感动 但是我希望那个老板以后能不能把洗淋机也省点用 就算只拿清水算一算也比现在这样强啊 下班了下班了 由于半道跑了五个 所以回去的车就没那么拥挤了 我决定到家之后绝职两天 你那样发视频是不行的 现在市交委已经给我们打电话了 现在市政府都已经介入了 你这视频这不是害死我们吗 对吧 我们现在公司现在营业也不容易 你这样发的话 我们公司怎么生存 你想过没有 你赶紧删了好不好 有什么条件 咱那个什么再商量商量 行不行 这样你先停一下 你先把这个视频删一下 然后咱们先商量一下 行不行 现在不是发公司名字的问题 现在每个公司的工作服务 工作人员和车牌号 都是那个什么的 对吧 你车牌号都拍的一清二楚的 连学校什么都拍的一清二楚的 你这样的话 让我们公司怎么赢 怎么赢 怎么生存 怎么经营 你看啊 你能不能把那视频先删了 删了之后咱们再说 你现在这样的话 影响太恶劣了 对吧 你挣钱不容易 那企业经营容易吗 在这说了 事实上像你们说的那样吗 对不对